大家好,又是我英姐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看看 百明巷最大間華人超市 榮業行 今天天氣很好 大家不用擔心英國的天氣很差 榮業行是百明巷其中一間華人超市 算是比較大型 有很多東西賣 今天我會和大家看看有些價錢 看看有什麼賣 我們進去看看 大家看到 基本上我們經常用的醬油、生抽、蠔油都可以賣 這些都是煮食經常用的 叉燒醬、醋 價錢也不是很貴 和香港的價錢比較不是特別貴 富裕都可以賣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還有大家經常用的點心、叉燒包 價錢也不是很貴 大家都是負擔得到的 很多一般用的醬料都可以賣 所以不需要全部都要運送食物來 或者手提食物過來 基本上大家經常想用的東西都會很容易找到 大家經常用的思求蠔油 其實大家熟悉的品牌在這裡都會找到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價錢有少少貴 其實油那些我會在老闆的超市買些 有很多選擇 還有香港人很喜歡吃火鍋 我們都出了名是火鍋世家 其實這些湯底在這裡都可以賣 你說的價錢其實不是比香港很多貴 香港如果在超市買 可能都要20-30元 其實這裡差不多 很多冰鮮的食物都有的 啤酒各樣都會有 其實榮葉巷裡面有一些是Holesale的 就是給你買大量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家庭 其實就很少會說是雙油買的 我通常都會買一些散裝的 因為其實家裡的雪櫃未必放那麼多東西 雲吞皮 如果大家有時間來到英國 大家可能就沒有香港那麼繁忙 我都會自己包一下雲吞 或者是有機會我都可以到時候 教大家一起包雲吞 它有很多其他種類 例如鴨皮那些都有的 春捲皮 當然也有些現成已經包好的 大家可以選購的 我覺得其實種類也很多 我兒子喜歡吃這些 餃子、鍋貼、小肥肥就很喜歡吃 都可以買一些回家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它除了有經常吃的雲吞 還有一般去酒樓用的點心 其實我這次是第二次過來 我上次試過的味道 都不錯的 不會說不好吃 或者跟香港分別很大 當然跟你在酒樓吃一定有少少分別 糯米雞、腸粉、蝦餃、燒賣 都有的 我自己試過就可以了 所以都可以推薦給大家 大家可以有時間過來榮葉旁 榮葉旁其實是市中心的 我從蘇烈豪那裡開車過來 大概是半小時左右 都屬於方便的 因為如果大家清楚都知道 有時候出去買東西 都一定要去超級市場 10分鐘、8分鐘車程就少不免 所以來到華超這邊 半個小時 通常一次我會買大量少少的 吃完再回來再買 它的份量都有些大包、小包 方便大家買適量自己適用的東西 除了一些冰鮮的點心 還有其他東西買的 其實你看花價錢 我覺得是絕對可以接受的 它有些東西會貴一點 當然因為始終它有運費在 不過就不算貴得很離譜 我覺得例如這個米 米是比較貴的 如果你在華超買 還有花雕酒也是比較貴 我想酒類貴的原因是 因為英國酒類需要打碎 它這個酒已經包了碎 大部分食物在英國是不需要打碎的 除了某些項目 煙、酒是需要給碎之外 所以其實一般食物都比較便宜 大家很關心 小朋友喜歡吃的烏冬 日本烏冬這裡也有得買 價錢也不是很貴 三磅幾 有五、六個 我小朋友也很喜歡吃 其實跟香港價錢是差不多的 啤酒那些 如果大家經常喝開香港牌子 這裡都有 價錢也是差不多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先生很喜歡喝酒的 他來到反而會試一下本地的英國牌子 但是如果喝不習慣 你說要喝泰國啤 這些香港啤酒都有的 另外還有一些雪藏的海鮮 新鮮海鮮有 不過是比較貴 通常雪藏這些就比較便宜一些 不會說跟新鮮比較 就是在香港買的 說會差很遠 進來之後 大家都可以選擇一些 可樂 大家香港人一定很關心 可樂在這裡比較貴 如果在華超買 它六薄六十五個pence 即是算香港差不多七元一罐 其實一般消息市場都有 但是例如七喜、忌廉這些 消息市場即是普通的 Local Supermarket 就未必有 如果大家喜歡喝 就可以在華超買 但可樂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 普通Local Supermarket買 甚至乎等它減價 打火鍋 有牛肉卷、羊肉等 所以大家都可以考慮在這裡買 這些就比較類似近香港的 但是它其實都很特別 它是回英國自己的肉類 味道比香港吃的肉 比較鮮味 價錢不太貴 因為在香港買菜都知道 香港的肉都很貴 維他的系列 芒果汁、檸檬茶 我很喜歡喝檸檬茶 通常都會買少許 指下、望梅、指渴 有時候可以喝 除了這樣之外 又看看其他食物的價錢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冬的杏子 它是冰鮮的 還有一些貝殼類 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 完全沒有海鮮吃 只是未必有種類太多 未必有香港那麼多選擇 但是你說要買上來 其實都一定會有 我兒子肥肥 很喜歡吃這個豬大腸 我上次在這裡買了 做過雞煲 也可以回去做滷水 這個煉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牌子 然後我們去看看肉類 這裡有一個凍肉櫃 這裡賣的主要是一箱箱賣的 大家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有朋友 或者隔離輪舍 因為它這些賣得比較便宜 但是份量就比較大 當然 當你買得多的時候 它一定會便宜 走出來 還有一些其他東西賣 例如我喜歡買這個西米煲糖水 遲些考慮一下 都可以和大家煲一個西米爐 這裡的價錢都可以接受 大粒的西米也有 小粒的都有 還有港人最喜歡的午餐肉 這些其實都可以買些 放在家裡開門口 還有小朋友喜歡吃的黃黃 粟米片 芝士圈 都可以賣的 零食方面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什麼都不能吃 當然這些就是香港大家熟悉的品牌 唯一一樣沒有的就是卡諾比 我們接下來看看 米粉、麵等種類都有很多 不過這些乾貨我們都可以買些 放在門口 這些欣欣杯 很多小朋友喜歡吃的 杯麵 都有新辣麵 合味道 價錢來說 貴在香港少許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例如這些一磅幾毫 大概是十幾二十元港幣 你說一丁就沒有香港那麼便宜 還有港人之外 出錢一丁 其實出錢一丁 外面居住的超級市場都有 但一定不會像華超裡面 有那麼多不同的口味 還有外面買的 多數都是歐洲版 這裡買的就是香港版 連印尼的印尼的麵都可以買的 還有煲湯料 有時候我們家庭住戶 都少不免會想煲湯給家人喝的 你說煲湯料 其實它反而不是很貴 我真心覺得是不需要特別說 走蹄寄倉過來 因為可能都是磅領一包 你可能跟香港買價錢不是差很遠 你寧願多運一些其他有用的東西 那麼二米 這個二米也是賣兩磅多 可以煲一下二米水 然後它其實有 除了野食之外 它有一般的餐具都有的 這些是中式的碗筷 如果你普通去到西式的超級市場 它就很少中式大家用開的東西賣 蠟腸 之前也有人說可不可以帶蠟腸來 其實這裡有得賣 如果你不是說很講究 我覺得可以在這裡買也可以 價錢 大家看看都是七磅多一包 大家很關心的薑 真的比較貴一些 正如我之前也介紹過 我很少買這些薑用 我就會買在普通超級市場 有些剛剛切好的薑絲 酸頭的價錢就合理了 這些都是95匹 就是95匹 就不用一磅 便宜了 大概10元左右 就有四五個了 今天也算多菜買 它有些是這個菜 這一包都是三個多 就是我們吃開的 去到新鮮的海鮮 魚 今天有八爪魚 我之前其實在地方超級市場 都買過八爪魚 價錢都可以 華超就貴一些 這裡我想是普通超級市場的雙倍 所以如果你在地方超級市場買到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華超買 它都有這些雞 其實它這些雞各樣 都屬於英國自己本土 冬瓜 我打算煲冬瓜湯 冬瓜在外面真的不能買 今天就先說到這麼多 我趕著回家和小肥肥打火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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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10秒 你開始了 剛好我們去中超 然後又買了很多東西 我吃都是沒有豬皮 我覺得炸火鍋 豬皮很好吃 但是有牛排葉 魷魚 那些 炸火鍋真的很好吃 炸火鍋 KK 好 OK E